现在这个牛啊 全部装出来了 早上过来换一下装就可以了 像这个阴天 这个水的话稍微有点就可以了 最好是搞点水 牛能扯到的地方 这个早上这个牛就 员工中中的 这么饱 这个不用放 这就是B计划 把牛搞出来了 时间又有了 这牛的话一批的饱 现在这个草的话是吧 又长 先把它换个章再说 过来 下面还这么多草有没有吃完呢 很鲜鲜的 这边草乱才采掉了 不用装的那么细啊 你看都是薄的 稍微换一下 这旁边都有好长的草 去年这个牛啊都装过 所以说一般上不会绕什么绳啊 刚装的时候这个牛最喜欢绕脚 你看装一下就觉得习惯了 随便拿出来都不会绕成 早上就肚子饱饱的 早上就肚子饱饱的 这还会吃吧 两头牛 肚子喜欢的饱饱的 出门就饱的 哈哈 汤好长哦 装水便换一下就可以了 一个坑 两头牛 两头牛现在草啊 有好多 比并排换装啊 也不要隔壁伤得太远 然后上午换一下啊 下午到就给点筋料给它吃 就换一下 晚上的话呢 就在外面过夜 现在我们这边天气气温呢 都是有十几度的 呃 不下大雨哈 基本上基本在外面 如果下大雨的话呢 可能就要赶回去哈 嗯 本来就这么休息 哈哈 不好意思 突然看一下 嘿嘿 看一下那啥牛 鱼 是一条鲫鱼 挺大的 嘿 还有几条啊 不知道多还是少 看一下 哎 那么这里的鱼 哎呀 哎呀 没有几条 哎呀 不几 哎呀 先抓一条这么大的 啊 有一条 放到里面 还有 有 有点小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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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多在里面 鱼一碗 鱼一碗 拿东西来搞 先先放这 好 难道又到了掌水的节奏 哈哈 这小鱼都有鱼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是那个 石头旧的 那个鱼塘干了 然后故意从上面跑下来的 我也没研究这个小鱼看一下 这什么东西都没带哈 下午过来抓吧 放在这里 有十几条在里面 不要浪费 哈哈 得来全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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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 哈哈 差点说不过来了 嗯 有鱼吃了 哦吼 死了这么多了里面 没有水 有水就活的 就这个鱼塘 干掉了 这是要下雨的节奏吗 不会下大雨吧 都是饱饱的 赶紧 估计要下大雨了 哎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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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点慢慢点 等我把牛搞完再下啊 兄弟 坚持一下啊 这三个小牛在一起 干了嘴的 你看 马上跑 看一下 哎呦还好天空作美哈 没让我淋到雨 这个也快哈 八点半到九点半一个小时 把这些牛全都换装换好了 啊 这样就轻松多了是吧 然后又可以有时间去干别的 哈哈 怎么说呢 这牛装在外面的话呢 啊 就要注意一点 为什么呢 注意它这个啊 这个 精神状态 啊 就是放在那面 那会大口吃草 啊 就没啥事 包括就是身体外面观察一下啊 这就是牛的在外面的情况啊 这也没啥 不过 还有 两点粉丝都说我们牛卖 卖 卖亏了 怎么怎么样子 其实所以实话 我们这个价格卖的可以了哈 也不说别 不多 据说别的吧 就是说我们这个牛养到年底 怎么怎么样子 就是一样的 公仔也好 母牛也好 母牛这个三年 它才能有收益 是吧 我们本来就是繁殖小牛仔 你说扩大规模 我还不如去买两个母牛 对不对 这里是一样子哈 多得也不说 这个 各说博说博有礼 共说共有礼 反正就是我们思想 我们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去搞了 我们觉得会有卖的就卖哈 能卖的就卖哈 价钱合适就卖哈 啊 有条件我们再去买 就这样子 价格合适再去买 就这样子啊 别的也没啥哈 多得不讲 早点回去 旁边今天早上 他好像有点事去了 等一下过去过来 等一下不要下雨了 就离个落潭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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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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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